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里网友关注度最高的新闻热点 云南电视台公布了空明暴空事件中的一段视频 画面警察朝天鸣枪示警 五名歹徒仍然挥舞着手中的刀不断挑衅 随后赶来的特警开枪 四名歹徒倒地 一名蒙着头巾的女性歹徒仍然不放下凶器 被特警击中尖胛处倒在地上 随后被警方抓获 你懂得或将成为今年最流行的网络词汇之一 昨天又借着提问外界有关周永康报道 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也用了这三个字 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位有多高 只要是触犯了党籍估法 都要受到严说的最长和严厉的陈处 就不是一句空话 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 你懂得 我是不是一句空话 对警方 和事敞及到评论下译区